强其热心工艺的消失企业每年在重要年节都会制证慰问金给弱势民众 今年消失企业在慷慨捐赠10万块钱给100户吉安乡的弱势净贫户 每户可以拿到1000块钱的关怀礼金 想让游淑珍很感谢消失企业的善举 强其热心工艺的消失企业今年在慷慨捐赠10万块钱提供给吉安乡弱势净贫 每户有1000块钱的关怀礼金 既有100个家庭来受惠 乡长游淑珍特别邀急的18层村长前来相公所 带为领取节钱的关怀礼金并前往各村来发放 谢谢我们企业友爱中秋关怀请送暖吉安 我们在此至上满满的谢意 今天我们的消失企业赞助了我们100份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关怀 要给我们边缘户的家庭来作为一个中秋佳节送温暖的活动 也谢谢我们18村的村长开启了我们家户关怀 在中华中秋节之前跟他们来见见面来看看我们边缘户的生活关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再次代表吉安香跟受政的家庭 献上满满自益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的有公庙 所有的社团 以及我们的企业主 为我们献上满满的爱 我们相信每一个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一定会倍感温馨 在中秋节也感受到更暖流的一个 益助支持鼓励家户弱势的一股力量 乡长游淑珍表示 萧氏企业董事长萧雄章曾经担任花莲县民房总队长 花莲县客属会会长 不仅热心公益 每年定期捐赠物资或礼金给地方的弱势 善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受到各界肯定 而游淑珍也感谢各界善心单位 能够捐赠物资交给吉安香公所爱新平台 赚赠给弱势家庭 让爱新能够产生到需要被帮助的民众身边 为社会增添了美好与幸福 吉安有情 温暖吉安 谢谢小市吉安 这里会吉安香报导